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北美金融市场十几年的经验 带着一个人领会了财富巨人巴菲特成功的精髓 带着一个人对众多在海内外辛勤奋斗华人的热情 隆重地走进了全球华文图书市场 并义无反复地成为一本风行全球的畅销书 这就是由唐美珍财富俱乐部主席团主席唐美珍 历经十几年心血锻造和谱写 由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我的巴菲特财富之路》一书 它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让人们了解关于财富的知识 关于财富的创造过程和解析财富的秘密 更重要的是 它让人们知道 谁是能够创造财富的最佳人选 怎样才能为你带来和创造财富 它写书的目的很简单 那就是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给大家带来实际的利益 那就是财富 人人都需要和渴望的财富 唐美珍在书中详细地叙述了 自己从一个生物学者 逐渐成为金融企业家的过程 其中也讲了很多 他经历的经验和教训 对读者有深远的指导作用和利用价值 他之所以这么做 并不是为了说明自己是怎么样的伟大 而是为了让你真切地了解到财富是怎样创造的 一个普通人怎样才能真正致富 他认为了解财富创造的最佳途径 就是通过了解财富人物的成功之路 世界上大多数人是穷景 从景体上讲 这是一个一时半刻无法改变的事实 但一个人的穷是可以改变的 首先要改变人的观念 改变观念最好的办法就是 比较富人跟穷人之间的区别 不是资金和钱的区别 而是观念 思维方式和性格上的差异 穷人一般思想比较封闭 胆小害怕 而富有的人呢 一般都比较理性 具有丰富的财富方面的知识 开放 勇敢 因此和市场上零零总总 分析金融市场基础指标 和操作技巧的金融书籍不同的是 这本书是为所有对财富感兴趣的人 而不是只对投资感兴趣的人 唐伟珍认为 向读者介绍自己的巴菲特财富之路 唐伟珍的财富之路 才是大家的真正的财富之路 比讲投资和投资技术更有效 大多数人回聊财富奋斗终身而不可得 原因是尽管他们在各种学校学习多年 但从未学习个市场和财富方面的知识 不知道用钱和别人会自己工作 不知道利用积极的力量和群体优势 因为实际上 大多数人只能利用巴菲特 或者巴菲特的人物才能致富 而不是拼命地去学巴菲特 他发现真正成功主要的是靠思想 观念靠食人用人靠经验 投资人的位置而不是技术 穷人一般是为政府和自己工作 富人是钱和社会为他们工作 穷人有两种 一种是害怕没有财富方面的知识 一种是有了知识 但是什么事情都是想自己做 自己学 而富人知道 投资是非常捐业的行为 他们会举动寻找最强的捐业人才 拼进最优秀的人才为他们投资 他们知道利用社会和社会分工的力量 这本书不单单对追求财富的个人 有指导意义 而且对于中国的企业和政府部门 同样有指导意义 唐伟珍对发达的北美资本市场 有较深的研究和了解 创立了一套在金融市场融资的方式 和合理分配的制度 并建立了广泛的融资渠道 因此对于远离北美市场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 快速 高效 低风险地走向世界 同样有着神奇的推出作用 它可以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真正的桥梁 用一个金融企业家的思维方式 能力和理想来改变中国人 在金融上落后的局面 改变品酒 由于该书的发行 唐伟珍近两年来多次返回中国大陆 进行巡回演讲 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 富丹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 对学生和银行高级经理 企业家进行演讲 深受听众欢迎 他同时也接受中央电视台 上海东方卫视 证券日报 外滩话报 南方周末 经济观察报 中国消费者报 青年报 中国商人 投资有道杂志 和中国烟酒茶杂志等 三十余家媒体的专访 引起中国金融市场的轰动 投资有道杂志的特别报道 我在北美投资获利 引起国内外几十家大型媒体的转载 欢迎收看会见财经界 沃尔伦巴菲特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投资者 凭借他的独特的投资眼光 和独到的投资理念 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却偏偏要向巴菲特来叫板 因为他认为自己也是像巴菲特一样的 这样一个金融人物 他是谁呢 一起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中方卫视最权威的财经专题采访 中国奇人叫板巴菲特 在世界上最大的中文影视网站 一直处于流行榜前茅 长达十个月之久 史无前例 证券日报头版刊登 关于这本书的文章 华人巴菲特唐伟真 成功投资密集大解密 引起更大轰动 上百家媒体在一夜之间转载 人们对于唐伟真的成功经验 和其多年在海外表现出 华人的特殊智慧 表现极大的兴趣 网上几十家书店同时售书 唐伟真所到之处都引起轰动 出现签名售书的热烈场面 我的巴菲特财富之路一书 在中国市场日益畅销 该书的第二版五万册 已于近日投放市场 行家预计将每年发行一百万册 极可能成为最畅销书目之一 拥有一本 我的巴菲特财富之路 改变困扰自己混沌理念 皆是唐伟真成功秘密 打开自己通往财富之路的捷径 让每一个人都富有 我的巴菲特财富之路一书 可以帮助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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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